赵公明 向他赵公明天地玄黄修道德 洪荒宇宙列元神 至如今 他已然三花俱顶武器朝圆 对他来说除了问鼎圣人 其他也没啥让他操心的事 所以修道之外 赵公明的日常 就是一双草吕贤戏耍 三山五月闲逛 可随着风神之战的开启 通天教主下令居家隔离的赤命 赵公明就不得外出了 只有静坐洞府 诵读黄庭经 这天 一位三只眼的道人 打破了峨眉山一贯以来的宁静 当时整座山上 都响着赵公明的大笑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来人是结教三代弟子文仲 现如今辅佐 殷商骤王的文太师 文太师在殷商位高权重 日历万机 正常情况下 根本不会来到赵公明的峨眉山 关于这一点 赵公明岂能不知 所以看到文太师后 他就酸溜溜道 文道兄弟可是大忙人啊 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吹到我这来的 文太师来峨眉 当然不是来看望赵公明的 他这次来 时事有失告情 我文仲奉赵征兮 讨伐叛逆 不义昆仑叫下江上 善能谋谋 助恶者众 不得以往 吉敖岛妖琴丸等十友相助 反损六位道友 十为可恨 文太师对赵公明 阐述了自己目前的窘况 以及吉敖岛十天君 已经被杀有六的事实后 向赵公明提出了求助的意愿 不得不说 文太师来对地方了 他话因为落呢 赵公明就一拍大腿 硬承下来了 赵公明一边硬承 还一边埋怨文太师说 遇到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第一个跟我说 早跟我说 我早给你解决了 真是的 不够意思啊 是不是没把我当哥们 一听赵公明这么说 文太师当下大喜 辞别了赵公明后 就带着必胜的憧憬 回到了大营 在文太师离开后 赵公明对弟子们交代了一番 从中选的陈九公和姚少司二徒 随他一起去西齐 到了西齐后 赵公明首战那是大展雄威 一边甩向主持伐咒封神的江子牙 把江子牙当场鞭死 次日再上战场 和燃灯道人 打过几场口舌 官司后 将车轮来战他的赤精子 广城子 道横天尊 玉鼎真人 和领宝 大法师 全部打伤 还活捉了黄龙真人 赵公明前来 一举打破了燃灯道人 一破石绝阵的意气风发 让燃灯 懊恼至极 不得不亲自出手 但可惜的是 和赵公明交战时 他只有逃命的份 燃灯道人在禅教 是一位特殊的存在 他和十二上先江子牙一样 都是原始天尊的徒弟 江子牙他们 却尊称燃灯为老师 把他当原始天尊一样敬重 话而言之就是说 燃灯道人 如果不是赵公明的对手 那么只有原始天尊 亲自出马 才能对付赵公明了 赵公明仅凭一人之力 团灭产叫上厦门人 他的仰仗是什么 赵公明的仰仗 除了他的个人修为外 还有赖于 他手中那颗 散发着 豪光的定海珠 所谓自原始以来 此珠曾出现光辉 照耀玄都 后来杳然无闻 不知落于何人之手 显然 这颗曾经惊动过 燃灯道人的定海珠 是赵公明的有缘法宝 现在很多玄幻小说中 都有奇珍一宝现身时 各路有缘人 纷纷前去争夺的场景 有缘二字很玄妙 定海珠 被赵公明所得 自然意味着他们有缘 只是缘非有其 也有中 在赵公明追杀 燃灯道人途中 遭五一山散心销声 用落宝金钱 落下定海珠的那一刻 定海珠和赵公明的缘分 戛然而止 对赵公明来说 定海珠的意义重大 所谓 无自得道 仗此其珠 赵公明之所以得道 定海珠作用巨大 尽此失去定海珠 赵公明对文太师说 他的心都碎了 赵公明不能没有定海珠 于是他决定 前往三仙岛 向三个妹子借来金交捡 抢回定海珠 可面对赵公明的请求 大妹子云霄竟然一口回绝 并还批评他 说他不该违背失命去下山 更不该和江子牙为敌 云霄建议赵公明说 大兄你先回峨眉 你的定海珠 我来给你解决 左右等他个十来年 等江子牙封完了神法完了咒 我亲自去灵鹫山 去找燃灯道人 一定给你把定海珠要回来 云霄的态度很明朗 金交捡不戒 且还要求赵公明回峨眉 可此时 对定海珠的思念 让赵公明根本就听不尽劝 他气冲冲告辞出导 心里想你不借算了 我去找别人借 还没等赵公明去找别人呢 就被偶遇的汉之仙叫住 一同回到三仙岛 道德绑架云霄仙子 不得不借金交捡 给赵公明 赵公明的趋而复返 是燃灯道人没有想到的 赵公明手中金交捡的威力 也在燃灯道人的意料之外 好家伙要对付赵公明这丝 只有求原始天尊出面了 不过 还没等燃灯做出这个决定 一位自称西昆仑散先的矮胖道人来了 且他还明确说明 自己是为赵公明而来的 这位矮胖道人不是别人 传说中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道人 路鸭 路鸭道人对付赵公明的方法 是钉头七剑书 往齐山立一营 营内住一台 扎一草人 人身上书 赵公明三字 头上一盏灯 足下一盏灯 一日三次礼拜 路鸭让江子牙操作剑书 并还告诉江子牙说 礼拜二十一日后 我来助你 到时 赵公明自然绝也 后来果然 江子牙礼拜了二十一天后 路鸭到了齐山 交给他一张丧之弓 三只桃之剑 让江子牙射向草人的左右双目和心窝 江子牙在这边相射箭 那边向赵公明惨叫数声 死了 赵公明之死 罪魁祸首是路鸭道人 钉头七剑书是路鸭提供的吗 当然江子牙也脱不了干系 但相比路鸭 他顶多算是从犯 所以得知赵公明死讯的云霄仙子 一口定夺说 赵公明此仇 只和路鸭清算 拿住路鸭照样 射他三剑 就当是结果这番因果 可路鸭也不会无缘无故来对付赵公明的 赵公明之所以被针对 原因还在于他自己 是他罔顾天术既定的周生伤命 违背通天教主的赤命下山 并还与三圣令下的江子牙为敌 犯了根本的政治错误 更加严重的是 赵公明还是知错犯错 当然赵公明犯错 不是他的主观意愿 还不是因为文太师上门来请吗 文太师是结教弟子 通天教主对结教弟子居家隔离的指令 文太师岂能不知 他知道 可他还是在明知下山必死的情况下 来请赵公明 当然 也包括九龙岛四圣 煎熬岛石天君等 诚然 文太师对殷商一片忠心 为骤王做到了鞠躬尽瘁 死后拼着魂飞魄散的危险 也要飞到赵哥去向咒王最后禁言 声动诠释了忠烈的阵地 可他对赵公明等结教弟子 却毫无同门之情 可以说 赵公明他们的劫恶 是文太师送上门去的 如果没有文太师 赵公明就不会下山 如果赵公明不下山 就不会连累云霄三姐妹摆下黄河阵 如没有黄河阵 就没有原始天尊 太上老君两位圣人的亲自将士 文太师的身上有许多闪光灯 这让很多人都忽略了 赵公明等结教弟子遭遇的真正元凶 或许 这就是大任务才有的胸襟和高度吧 有用则礼 无用则器 所以这也是赵公明中了钉头七件书后 位如雨下恳求文太师说 我是为你下山 你要想办法救我时 文太师为什么 仅仅是让赵公明的两个徒弟去救他